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的创会会长黄景培来自中区华湖 并成功当选成为安省第一位华人省议员 也是家国历史上第一位成为厅长的华人 在历届会长和成员的多年努力之下 华人自由党协会积极联系华人社区 在诸多公共事务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成功帮助多位联邦国会议员、省议员和市议员竞选 他并表示由于升级的原因不再竞选连任 董涵鹏当选后表示 他对新的责任感到非常振奋 将寻着阮汉章的足迹 希望与新的团队齐心协力 积极吸引华人社区参与公共事务 吸收心血、壮大协会、推广自由党的理念 并把华人的声音反映到自由党领导层内 今天是2013年10月19日 现在在晚金市里面 我住的城市是我的选区 有一个挺隆重和严肃的活动 今天英文叫CCOA 是加拿大安省华人自由党 是每年一度的AGM 就是周年大会 今年这个周年大会 我们预算是有一个新的主席 是会担当这个位置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多年的主委 阮生 Francis阮 他自己因为是自己的家庭问题 是他想退下 退下火线 一听到他退下 当然我们很感谢他 他是很多年自由党中心 以及真是很骨干的党员 过去真是30年 有30年做了他这个党方面 无论是省或者是联邦 都做了共识相当大的 当然我们做什么都一个盡头的 他今年就决定退下火线了 而呢 你很好啊 其他自由党人 很多都踊跃出来 去继续我这个 华人自由党的工作 那么一会就会选出一个新的主委 还有呢 也有新的 是 理事人员是参加的 那么 这个华人自由党呢 都很多年了 那么在 在这个 加拿大的安省方面呢 的政治方面呢 都是做了很多功夫 那么 源于1980年呢 举例呢 以前 David Peterson 选举的时候呢 我记得我自己也是做过那个时候的主席 那就是帮David Peterson去竞选 都 多年来呢 可以说是积聚了一些经验 融立了这个主流社会 那么大家可以多些工作 把这个华社方面呢 能够带动 啊 和提升啊 那么 是一个 相当好的活动来的 那么 这里呢 就是 公祝 这个新一届的 主席啊 和理事呢 都能够 继往开内 把这个华人自由党呢 是继续去发展 那么 和这个 主流的方面呢 就多些融合呢 就令到 多些华社方面 有意愿 出来 选举啊 无论是 地方 或者是 省 或者是 联邦的选举呢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经验之后啊 能够呢 是 踊跃参加一下 令到啊 这个加拿大华人呢 在加拿大的政治舞台上呢 就是 越来呢 是越显贵的 那也是 多谢 WOW TV 今天出来呢 是到访这个 这么有意义的盛事 多谢 啊 各位 大家好 今天是 星期六 10月 就是一个 19号 那就是 那就是 在今天呢 呢 呢 我们加拿大 環自由党协会呢 就举行 啊 每年一度的 就是会员大会 那就是 我本人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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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的 就是会长 啊 就是阮汉章 Francis 阮 那 事实上呢 我担任 就是 就是 加拿大 環自由党协会 会长的职位 就已经 五年了 就是 由2008年 到今年 2013年 那就是 基于 就是 啊 健康的理由 那我已经 知会了 就是 一个 啊 那个 董事局呢 我会在 今天 这个 周年大会之中呢 就是 啊 宣布 推下来 那 同时呢 就是 就是 希望大会 就是 选出 一位新的会长 继续 就是 就是 领导 一个 就是 我们 加拿大環自由党协会 那就是 在 我担任 这个会长 就是 五年之间 那 好 感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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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会员的大力支持 信任 特别是 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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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就是 我们 就是 加拿大環洲自由党协会 能够取得很大的成就 包括 就是 在一个 2007年 就是 就是 帮助 一个 陈国志 当选为一个 慢感于人区的 省议员 那 另外呢 在上届的 市选之中呢 也都帮助其中一位 就是 就是 副会长 就是 何湖景 呢 当选为一个 万感的市议员 再者呢 就是在一个 2011年的省宣之中呢 呢 就是 都就是 帮助 就是 就是 王素梅 成为 就是 是 安省第一位 就是 华籍的 华籍的 一个 省议员 那 同时 在过去来说 如果我们 追索回到 1986年 就是 環洲党协会成立的时候 創会会长 王景培 亦都就是 当选 为一个 就是 下面 就是一个 Train the Spatina 就是 以前叫Fort York 的 选区的 省议员 亦都担任过 就是 内阁厅长 所以 是 我们还 自由党协会 在历年 的 成绩 我感到是 很驕傲 不单 只 我们是 产生了两位 就是 就是 厅长 同时 亦都有 多位的 省议员 还有 就是 还有 国会议员 和 市议员 那 我很高兴 就是 今天 就是 環状党协会 不单 是一个 得到 一个 就是 政客的 就是 认同 也都 就是 得到其他 各个族裔社区的 尊重 那 我期望 新一届的 会长 能够继承 環状党协会 光榮的 传统 继续 呃 我想说 非常感谢 上一任的主席 呃 远翰章先生 呃 他是 我在自由党的 呃 学习的对象 呃 我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 呃 和他一起竞选 呃 他是一个 呃 dedicated 的一个一个一个 社区的成员 还有很多地方我可以呃 向他学习的 非常感谢他 为呃 自由党 为安省 为他的社区做出的贡献 那今后呢 我将会循着他的足迹 呃 呃 进一步为社区服务 呃 把自由党的理念呃 呃 带给我们啊 华人社区来壮大呃 呃 我们自由党呃 自由党的队伍 也同时把华人的声音 带去呃 自由党高层呃 呃 在对他们政策的决 呃 在他们做决策方面 呃 呃 有一定的帮助 呃 所以呢 这是我我相信呃 呃 我之前我我今后会有很多工作 需要需要去做 呃 呃 但是我我非常我非常有信心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呃 会将我们工作做得更好 好 谢谢 大家好我是温建业 今天很高兴是当选 这个华人自由党的执行副会长 在这里呢 呃 呃 我希望大家继续去支持我们 華人自由党员的工作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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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你们本区的政治 可以令到我们华人在加拿大的力量可以增强 令到国防政府了解到我们的需要 令到我们可以在加拿大能够有一个很和平 安居乐业的社会 多谢大家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